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群眾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張妍廷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資深外交官借文綺大使 思敏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助理教授馬準威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 趕快來持續關注的是無惡的戰況 4月20號這一天 美國國會眾議院 終於是以311對上112票通過了 2024年的烏克蘭安全補充撥款法案 總計大家知道這次提供的金額 是達到了608億美元 來援助烏克蘭 但這就可以讓烏克蘭 還有北約感到安心了嗎 恐怕是沒有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帶你來看到現在波蘭的總統 杜達他怎麼說 他在22號宣布了 如果說接下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要來因應俄羅斯在當地西部地區 包括了加里寧 格勒州還有白俄羅斯來強化軍備的話 而就會來部署核武 那麼波蘭方面同樣的也已經準備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配合北約來一起部署核武 針對此我們來看到俄羅斯方面 克里的林宮發言人這一位是 賠斯科夫他就警告了 他說如果波蘭境內部署核武 那麼俄國將會採取必要的措施 來確保自身的安全 我們現在看到烏克蘭方面得到了一邊 現在看到美國包括了剛剛提到600億美元軍援 還有最快昨天我們提到了一周內 可能就會到達的武器 甚至現在也傳出了說美國接下來可能會派60名 號稱是軍事顧問人員到達基辅 大家在猜這些人員的功能真的那麼單純嗎 會不會直接在戰場上面下指導期呢 另外一頭剛剛提到說美國的幫忙之外 還有北約國了 可能強化剛剛我們聽到部署的核武來對抗俄羅斯 真的會派上用場嗎 畢竟如果成真也代表戰士再次的全面大升級 烏克蘭這一回有了盟國相挺 在面對俄羅斯已經打到接近自己的工業 金融大成盾內磁克了 接下來恐怕還有一波夏季的大進攻 真的可能來翻轉現在低迷的一個戰況嗎 今天專家我們全面一次來做解讀 再來看到波蘭為何公開要求北約要部署核武 是已經知道說俄軍將會取得重大的進展嗎 烏克蘭是現在看到這面積是歐洲第二大國 東西長超過了1300公里 要一路向西闊風險又有多大 介大師怎麼看 其實波蘭一直是在北約裡面 對俄羅斯態度最敵視 而且最激進的一個國家 這個當中有很多是歷史因素 另外就是說他們本身脫離共產主義以後 大部分這些領導人都是非常反對反共 然後反對社會主義的 是 所以在意識形態上 歷史仇恨上 波蘭等於說跟俄羅斯還是有一點勢不兩立的感覺 雖然兩國歷史命運常常糾結在一起 那所以就是說俄烏戰爭以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波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 這裡面甚至有人懷疑說波蘭很想趁機 把他過去在二次大戰 被烏克蘭所瓜分的一部分領土 把他要回來 因為為什麼 現在有一部分的烏克蘭的領土 尤其烏克蘭的比較西邊的領土 那麼在二次大戰以前還是波蘭的領土 即比波蘭的領土 二次大戰以後向西移 因為他把一部分過去屬於德國的領土 劃歸給波蘭 可是他過去一些比較東邊的領土 被當時劃分給蘇聯 就是現在屬於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蘇聯瓦解以後 他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事實上就像這一場俄烏戰爭裡面 其實很多人講波蘭有他自己的利益 很深的利益存在 領土 領土的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場戰爭 其實真的寒打寒殺 還希望他繼續打下去 甚至希望 團聚所有西方力量 把俄羅斯一次解決到 可能這個中間 除了一些小國我們不提 什麼立陶宛這些 波蘭是這個意願最強烈的 所以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多次主張讓北約美國的核武器進駐到波蘭 那這次又提了 當然就是說會不會最後變成成真或者部署多少 我覺得還有在觀察 因為波蘭不是第一次請英上陣 它已經請英了好幾次了 那主要考慮還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 那我覺得美國在這個 在這個 怎麼講呢 俄武戰爭你已經看出來 它在整個歐洲的戰略利益 就是一個戰亂不斷的歐洲 然後這個戰亂的目的不是誰消滅誰 而是雙方兩個陣營的互相的消耗 然後讓美國坐勇其力 可是這個衝突又不能衝突到核戰的這個 這個階層 到了核戰以後就沒有真正的贏家了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波蘭這個杜達總統這次的呼籲 再次呼籲 那我們看到說美國是怎麼樣的來部署 因為這個部署核武基本上還是美國人在決定 好 介大使剛剛幫我們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如果這一次把核武也一起進去的話 這一場戰爭又是完全另外一個層級了 我們持續來看到這個戰術核武 說這一次可能在北約部署的就是戰術核武 我們來關心細節 它應該就是B61型的這個空載式的核炸彈 到目前為止已經完成一共是12次的升級 帶觀眾朋友了解一下細節 每一枚現在的當量是落在0.3000噸到34萬噸之間 可以吸掛在北約戰機 這戰機當中包括了幾款 我們來唸一下 龍捲風戰機 F-15E戰機 還有F-16C 颱風戰機 F-35戰機等等 我們也看到波蘭的總統杜達 他這一次也特別強調波蘭和美國之間 關於核武共享的討論 其實早就已經進行好一段時間了 我們現在要來看到這個B61型的核炸彈 到底它的特性是什麼 擔心它的殺傷力到底有多大 將軍曾經說過烏軍在戰場上 是沒有做好它的防線的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戰術性核武真的可能會用上嗎 必要性又是什麼時候會需要呢 張將軍 我認為這個要用戰術核武的話 原來上是備額不用 要先準備到 因為萬一俄羅斯用的時候 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會觸不及防 變成俄羅斯先持得點 所以現在來看萬一這個戰爭 這烏克蘭戰爭如果在升高的狀況之下 不是沒有爆發動用核武的可能性 但我認為俄羅斯要動用核武會有三個指標 讓你知道 第一件事情俄羅斯要講到 我準備要動用核武了 他一定會做宣打 在外地的這些 比如說在當地國的這些大戰爭 請俄羅斯的人離開 你要第一個要先做這個 不然把自己人也弄死了 各個地方都有二橋 他都在自己的居民是不是要讓他離開 他會先講 第二件事情的時候 他如果在動用核武 最有可能是在烏克蘭戰場 他會請烏克蘭當地的 他動用核武那個區域的老百姓離開 他會這樣講 免得炸外用 我有宣告 請你離開 你為什麼不離開 我有宣告 換掉之後 結果被核武動到核武之後 他可能最重要的 尤其兼顧的基陣地 或者是軍事設施 飛機場 或者是戰術導彈陣地 可能會動用 小當量嘛 因為300噸級到34萬噸級 這方面的戰術核武 第三個在動用核武之前 俄羅斯會在北極海 濱海之地 先核爆一顆 試爆一次 美國能夠掛B61的 這個載台非常的多 你包含F-15E 包含F-16 包含F-35的逆中戰機 包含颱風戰機 都可以 因為飛機的右朗板 在右朗板這個地方 有個核武掛載 特種武器投資 電門就在右朗板這個地方 我們在飛機有主儀表板 副儀表板 然後這個有朗板 朗板的右朗板 就是用投核武的 有這個飛機都有 就在右朗板 特種武器掛載 換句話說 這個他已經經過那麼多次的升級 他只要是真正如果俄羅斯要打 他們就應有備而來 因為只要是動用核武的話 你現在如果沒有準備 萬一真的爆核 會出不及防 會來不及 如果要動用核武 動用核武的決定權 應該主動權是掌握在俄羅斯 然後他們在做核武的報復 核武的打擊 是這個樣子 現在先背道 換句話是嚇阻 另外一個剛才有提到 加里林格勒 加里林格勒是飛地 以前在二戰前是東普魯斯 後來經過二戰之後 被俄羅斯占去 加里林格勒 就是重要的戰略核武部署的地方 它雖然不大 只有223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上面部署的就是核武 就在我們講 就在波蘭的東邊 第一個打就打加里林格勒 因為加里林格勒雖然很小 又是非地 獨立的地方 軍造駐軍 俄羅斯駐軍 有一定的限制就是那麼大 那要用的話 剛好通通集中在那個地方 剛好一次之後摧毀 所以我們一看 動用核武有很多 各種客觀的條件 並不是那麼容易 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悉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現 針對這場戰爭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他又怎麼反應 我們來看到澤倫斯基最新說 他說新的武器綜合法案 將會讓這場烏克蘭戰爭 在俄羅斯當中 是有機會得勝的 他也對這場戰爭 可以看得出非常的堅持 但是我們現在要把重點看到 是美國了 決定權絕對是在美國手上 這一次澤倫斯基 接受了NBC的訪問 他也回應了先前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一個看法 川普說如果11月 他從反白宮 將會迫使烏克蘭 對俄羅斯放棄一些領土 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換取停戰 不過針對此 我們來看到澤倫斯基他說 我不相信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說法或狀況 我們知道這一次原污案 之所以可以過關 很重要的就是 共和黨的議長強森 這一次他投下了一個贊成票 表面上我們昨天提到 他說他不想讓兒子送上戰搶 但是實際上這背後 可能是不是是川普的意思 我們現在也很困惑 川普一邊說 我們要繼續的軍援 澤倫斯基 另外一邊又要 澤倫斯基放棄領土 我們也想要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馬老師 這個問題牽涉到兩個人 一個是川普 一個是Johnson 這兩個人他我覺得角色不太一樣 在美國的選舉裡面 因為他們的議員是區域選舉 所以他們其實需要聽總統指揮的 這可能性比較低 因為他是獨立作業的 所以我認為Johnson在這個問題的態度上 他是在交易 就是說在眾議院裡面 共和黨只有217席 民主黨是213席 非常的接近 對Johnson來講他處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他在眾議院的議案裡面 他必須要取得自己人的同意 這個法案才會過 那第二件事情是參議院的多數是民主黨 所以過了眾議院這一關 他還得就是說對共和黨來講 他還得協調這個民主黨這方面 所以在這兩個關卡裡面 他必須要做一種政治的妥協 所以最後他是用包裹的方式 因為民主跟共和黨 對原以色列跟原台灣沒有什麼歧見 但是共和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他們不願意給烏克蘭這麼大的軍援 那還有這個共和黨 但是共和黨要邊境法案 所以最後他就變成通通包裹在一起 那這裡面有一些是共和黨要的 有一些是民主黨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後是一個政治的妥協 但跟川普的這個因素可能相對比較少 但是川普在這裡面 他的態度的確有很大的轉變 我認為受到幾個影響 第一個是春天來了開始暖了 所以俄羅斯的攻勢要準備開始 這個是美國看得到的 那再來就是以民調來講 多數的美國民眾 59%還是支持要援助烏克蘭 那第三個的話 川普可能看到他自己也許在今年下半年 要當選了年底 對 機會很大 所以萬一這個烏克蘭留了一個爛攤子給他 其實對他來講是很大的麻煩 所以在這幾種 我認為他是比較公立主義的考量底下 他的態度有所轉變 那這個轉變 當然跟Johnson最後推動這個法案的 這個結果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過程我覺得他們兩個想的事情 並不一樣一個是在政治的妥協 一個在考量自己的選票 好 所以這場戰爭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春天要來的 會持續的看起來會越來越 攻勢越來越大 我們要帶您來現在看到的前線 目前戰場的狀況 路透社的報導說 俄羅斯的國防部已經聲明了說 南部目前的軍區部隊 是已經完全被佔領 這個地方西米哈伊諾夫卡 改善前線的戰術情況 這個地方就是位在於烏克蘭東部的城市 盾內此刻西南方40公里 俄羅斯的炮火現在猛烈 客攻的發言人說 就算烏方現在有了美國的援助 也不會來改變現況 只會導致更多的烏克蘭人因此身亡 我們現在要來看到 俄軍為什麼可以持續的在前線突圍 接下來我們擔心 還有的是春季的決戰 可能因為美國的軍援 而現在延後嗎 謝大使怎麼看 這個戰爭基本上你說它會擴大 我是覺得不太是會事實 因為俄羅斯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已經應該是達到 他已經想要達到戰爭的目標了 但他戰爭並不是要消滅這個國家 也不是怎麼樣 要侵占更多的領土 那他的戰爭基本上就是要把 這個所謂俄語區 就是說在烏克蘭統治之下受到迫害的 這一些講惡語的烏克蘭的老百姓 他把它拯救出來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要這個所謂的就是說 把打擊新納粹主義 對於這個烏克蘭境內 對於這個二世大戰的歷史 那這個逆流就是說去擁抱納粹主義 或者站著納粹的角度來看那一段 就是說俄羅斯跟烏克蘭一起聯手 來在二世大戰 來跟納粹對抗這些歷史 他對一些主張納粹這種 從納粹角度看這段歷史 他給予一些懲罰 大概就這樣了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要打斷 就是西方國家把這個烏克蘭 納入北約體制的這個想法 那所以大概他已經都達到目的了 現在這個一千多公里長的 這個整個的戰線來講的話 事實上戰火是比較零星的 雖然某一些據點上大 可是你看俄羅斯這個線守住以後 哈爾科夫也沒有動 對 烏克蘭也沒有動 那這表示就是說 對目前的戰果來講 俄羅斯是守勢為主 現在這一千多公里的這個 這個好 俄無邊界 我告訴你什麼東西最多 地雷 鬼雷 反人員 反裝甲的地雷 到處都是 你要踏進地雷陣的話 那你就好 你就準備大量的傷亡 我也沒有看到俄羅斯 有這麼大的興趣 再去踏到這個烏克蘭的地雷陣 倒是烏克蘭它有收復失地的 這種急迫感 所以它不斷地講反攻 不斷地講反攻 不斷地講反攻 所以現在就變成就是說 烏克蘭現在拿到武器以後 就看烏克蘭要不要主動 那現在是 春光明媚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一片怎麼樣 天清替爽 是適合打仗的日子 我倒認為烏克蘭拿到武器以後 看這個折倫斯基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重整旗鼓 再去收復失地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現在以俄羅斯的戰略來講的話 那就以托代變 我已經戰了 等你來搶 你搶就是一比十的 一比十的比例 看你能搶會多少 你要走錯地方 地雷陣就把你的人 坦克通通就自然消滅掉了 好 像俄羅斯看起來 它達到政治目的 恐怕就會來收手 不過我們剛剛看到 這烏克蘭方面 還是可能會持續的進攻 不管現在人力上面低迷 還有人氣也都低迷 但是因為美國還是在這背後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不是武器而已 現在還有軍事顧問說要進駐到當地 這是來自於美國當地媒體已經證實了 國防部證實說 五角大廈現在考慮要派遣 他額外自己的軍事顧問 前往基輔來住在烏克蘭大使館 裡面的這個國防合作辦公室裡面 這邊是說 他說要協助烏克蘭軍方來規劃 武器裝備保養維修 還有後續的武器運送等等 他說這些人是不會參與實際的戰鬥的 但是我們也很靠奇 總共是60個人要前往去當地 真的不會參與實際在戰場上嗎 有這麼單純嗎 這個是美方所派的宗旨教官 應該是屬於專業人員 因為以前烏克蘭他在俄羅斯前面就是蘇聯 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烏克蘭裡面是其中一個邦 它使用都是二式裝備 二式裝備 新兵不會用 你要教他怎麼操作 這些武器性能有他發揮的這些 專業的特性 也有他發揮使用的限制 這個都要教他們 要不然的話 還沒發揮火力自己都被武器傷到 會 你如果不會使用還會傷到自己 會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 火力要怎麼分配 要幫他去規劃 火力怎麼分配 不要誤擊 你不要打到自己人誤擊有軍 這個敵我四倍也要弄清楚 所以很多規範的 那這些人不是說 烏克蘭這些新兵一下就上手 要能夠形成極戰力 沒有美國的專業顧問 還有專業的救援人員 不可能 這些這些宗旨教官也是監管人員 你不要這些武器裝備 這是美國都是比較新式的 不要流入黑式 就剛才街大使有講到了 那有人把那些黑石賣掉了 因為烏克蘭我們的貪污也蠻嚴重的 曾經在烏克蘭戰爭之前 是全歐洲前三個最貪污的國家 烏克蘭是其中之一 那開玩笑這個如果到黑石去還得了 可能打飛機 或者打到民航機怎麼辦 所以這個也要監控監管 多少套 總用死了多少 他帳目都要很清楚 還回報給他的美國 是要這個樣子的 這帳目要很清楚 不要留到黑石 留兩套三套 流出去容易 收不回來 你知道說在黑石那還得了 這是造成國際問題 所以這60個 除了是技術代表 也是監管人員 也是總職教官 是 謝謝 謝謝張君的補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來 好 最近我們關心圍棋三周的這一場 美飛的肩并肩軍演 4月22號正式開幕 那麼我們看到美飛兩國這一次動員人數非常的多 為期三周一共是達到了16000多名的軍人 這個兵力規模已經是超越歷屆了 另外我們來看到還包括了有澳洲的國防軍 還有法國的海軍一起參與在這當中 除了我們剛剛說到的兵力規模超越之外 今年演習地點主要就是集中在包括了菲律賓的北部西部 還有靠近台海跟南海的地方 美飛的特種部隊還將會在臨近台灣 我們畫面上您看到這邊的巴丹群島來舉行躲島的演習 我們要來看一下包括了美中飛還有菲律賓獲得了 今天要來討論的就是這個惡龜的印度製武器 在這邊的一個最新的角力狀況 好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場演習啊 說是動員了最多的一次人數 一萬六千多名軍力 華盛頓用這樣的規模就能夠來對北京產生威責力嗎 大使如何看 我覺得就是說這只是一個演習啦 而且演習的話 基本上我想大概實力的話 真正以裝備 軍事實力 當然還是以美軍的這個實力最強 那美國跟這些國家都有它的協防條約 有一些個菲律賓 所以它舉行軍演是正常的 規模大是因為可能看這個情勢 它把它做的大一點 那澳洲你要看它的澳洲軍隊跟法國軍隊 它並不是主力 它只是這種形式上的參與 所以當然基本上還是美飛 不過我覺得比較敏感的說 你的地點來選擇 那你巴丹群島那個地方 離南海這個爭議島嶼 事實上是比較遠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它要這個 怎麼講呢 要有所指的話 那你就放到比較靠近爭議島嶼 你就靠近黃岩島 去仁愛礁去演習 我們看到菲律賓跟美國最近幾次演習 它這個選擇地點上 都距離爭議島嶼比較遠 巴丹是菲律賓的領土 它沒有什麼領土爭議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演習 那我也不認為這個演習 它能夠在短時間 或者說日本送給菲律賓 一些這個陸岸機的雷達 這個印度給了這個菲律賓一些飛彈 就可以立刻讓菲律賓的軍隊脫胎換國 可以單獨給中國大陸的這個 在這個區域裡面的軍事部署 產生抗衡能力 我覺得這個裡面其實是展現就是說 美國對菲律賓的支持 可是支持又如何呢 對不對 支持的話 那你今天 你說實話 真正菲律賓跟中國大陸 在短兵相接的地方 都沒有看到美國的影子 對不對 你都要打起來嘛 對不對 比如說 在這個仁愛礁附近 你看到美國軍艦嗎 對不對 你在這個黃岩島的這個 這個對視的時候 你看到美國嗎 美國都躲得比較遠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個是 美國想要做出一些威懾式的一些作為 可是那個架構我認為原來都存在 就是說美國跟菲律賓也好 跟這個好 跟澳洲也好 它這個協防條約都存在 那也不是新的一個 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新的軍事聯盟 是舊的軍事聯盟 旗下做的這個 軍事演習 那我覺得就是說 真正到了比較危機的時候 那還是看就是說 真正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會怎麼做 嘴巴講沒有用 軍事演習也沒用 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還要看菲律賓自己 是不是相信 它如果跟中國大陸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那美軍會直接冒著跟解放軍 直接衝突 上升到這個不可收拾的狀態 這樣子的一個 一種資源 還是美國呢 他這個說 這是達到啟動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的已經條件了 啟動到真是行事行動 其實中間還有好多個步驟了 到一個什麼步驟而已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海上的爭執 領土爭執 基本上還是看實力 那如果說當事國 主要當事國菲律賓本身的實力 還是差距太遠的話 我不認為它會有很多突破性的作為 好 所以這場演習看起來還是比較威責性為主 我們來看到 這一次我們在把台灣的角色 如果也放進去的話 剛剛提到了大使說這個巴丹群島 反正就是菲律賓的 沒有什麼爭議 所以在這邊來舉行一個演習 我們也看到說這個巴丹群島的位置 他剛剛特別提到在台灣 還有菲律賓旅頌島之間 距離台灣非常近 不到200公里 畫面上看到 他主要控制的海峽 包括旅頌 還有巴士海峽的進出樞紐 美軍進來我們可以看到在巴丹群島的動作 也非常的多 說要在這邊建港口 還要在這邊進行躲島等等 我們現在要來看到說 未來如果真的台海發生事情 巴丹群島這個地方會很重點 它會是一個美飛圓台的重要據點嗎 能夠發揮多大的一個戰略價值 馬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巴丹群島這個位置非常特別 它大概離我們恆春跟菲律賓的旅宋 大概各200公里 也就是大概是一個中間的位置 它這個島是一個群島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它一手難攻 就是它的這個群島群很分散 相互之間有些水彎 在這裡面很容易做軍事部署 其實去年的4月 就是肩並肩的時候 美軍已經有在這個島上來佈置一些 就是它的當時 包含這個魚叉飛彈 還有海馬斯這些火箭 它已經部署上去 還有垂直升降的這個運輸機 那其實美國目前在規劃 是把這邊的這個機場 加長到3000米 就可以讓它比較大型的運輸機 可以降落 那也在這個峻升它的港口 就是讓未來一旦可以用的話 目前說是民用 但是暫時的話 我相信它是可以轉商用 轉成軍用 那也就是說這個點 因為現在碰到一個問題 美台雖然是準同盟的關係 但是問題是美軍沒有辦法 直接部署在台灣 好像高雄港或花蓮港 這些它的軍隊上來會有問題 但是它選一個相對 離台灣比較近的位置 去部署它的這個海軍 或空軍的打擊實力的話 我覺得對於這個 尤其現在中國這個主要的 進出口就是巴士海峽 是其中一個 那我相信這個 就是這個位置上面 它會佔了一個 絕佳的戰略位置 而美軍應該不是今年才想到 他們在去年以前就已經部署了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到持續是 這個菲律賓現在在軍事上面的部署 我們剛剛提到的畫面上 您看到這個 菲律賓向印度採購的 另外一個東西叫做布拉莫斯 這個是超音速的巡弋飛彈 總價值達到了3.75億美元 第一批現在是說已經完成交付了 那這個飛彈是由印度 還有俄羅斯來共同開發的 然後他說是以俄羅斯的P-800的 高馬腦飛彈為基礎 我們帶給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細節 它的射程是落在300到500公里 那彈頭採用的是鼻錐進氣設計 雷達是反射截面較低 有一定的隱形的一個能力 還可以全程來進行是比較低的 這個巡翼飛行 來請教將軍這個飛彈 看它的一些功能具有哪些特色 跟美國製的戰斧巡弋飛彈相比 您如何看 對 這個這個是布拉莫斯飛彈 是俄羅斯跟印度共同開發 由印度來製造 它的它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是超音速的反艦飛彈 它可以到達最大的 到2.8倍音速到3倍音速之間 然後它的就是它有兩節火箭 所以事情就比較遠 兩節 它第一節火箭把它加速到超音速之後 第一節火箭脫落 靠第二節火箭一路加速 從超音速到達2.8倍音速 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支印度賣給菲律賓的 這個是射程只有280公里 它講300到500公里 那是最大的射程 一般來講就到280公里了 就這樣 那有點類似美國的魚叉反艦飛彈 美國魚叉也是300公里 但是差不多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菲律賓拿到了布拉莫斯飛彈 它可以開始做研究 因為這是俄羅斯跟印度共同開發 這俄羅斯飛彈是什麼樣子 就可以知道了 因為這俄羅斯有提供技術給印度 那這樣的話 美國就可以從這個地方獲得俄羅斯的技術 就從這個方面間接獲得 類似這樣子 它總共花了這個3.75億 總共買了三套 三個連 部署三個連 一個連是80枚 作戰彈跟備彈 總共80枚 換句話說240枚 是這個樣子 換句話可以部署在三個地方 但是問題是它這只有三個連 那對中國大陸來看的話 那當然對菲律賓來看 遼勝有 但是問題是你的數量有限 就三個連而已 對 而且現在馬上就可以做摧毀了 你三個連 又不是說三個贏 你三個連才一個贏而已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數量 還是單薄的一些 但是問題是它有這個 有這個反艦飛彈 而且它是超音速 它的彈頭大概就是我們講到的 大概就是300公斤 那這個對一個軍艦來看300公斤 就是600磅的這個炸彈 對一個軍艦 會造成相當大的破壞力 而且我們知道 為什麼超音速 一般來講的飛彈 它氣流是旁邊過去的 但是它不是 它是直接進來沖壓 可以把空氣引進來 增加它的燃燒 它是火箭發動機 但是它的空氣的阻力減少了 換句話說它的超音速 因為我們知道超音速在低空 越低空超音速越難 為什麼 空氣密度太高 越高空越容易超音速 為什麼 空氣稀薄嘛 當然很容易超音速 因為它是反艦 一定要超音速 略海飛行 剛開始到最后面的是10公尺 然後下降到3到4公尺 命中目標 這樣子的話 因為地球取渡的關係 能夠發現布拉斯摩爾飛彈的時候 已經到最後了 因為地球取渡的關係 我只能看到你的時候 我會怕我來不及了 因為你太低了 略海飛行 是這樣 所以布拉摩爾是速度快 彈頭大 300公斤的彈頭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它的巡航 最後巡航的高度低 大概只有3到4公尺 而且 按照印度有測試的標準 它的圓周彈道誤差 只有一公尺 或者說 命中這邊 那就是一公尺的便宜 或者說 一個軍艦 一個軍艦 大型軍艦 動輒100公尺的 這種長度 一公尺 那算是 達到任何地方都算命中 那布拉摩爾是有這個特色 經過驗證的 那爭議在戰場上實在用 那還沒有經過戰場上驗證 這只是作戰撤平驗證 沒有真正的實戰驗證 實戰驗證 到底狀況怎麼樣 沒有 因為菲律賓 是印度布拉摩爾飛彈 第一個出口國 是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菲律賓 他這樣子來做的話 他這樣子 他應該跟美國跟菲律賓 經常有這個雷霆對抗 還有肩兵肩的演藝等等 他應該買美軍的系統才對 他又買這個印度的系統 那跟美軍的系統 有時候不搭 有時候在後勤補給 保修這一方面 會造成困難 因為有的 你的撤台是美軍的撤台 這是印度的撤台 因為兩個不相通不相容 如果是美軍的 大概可以 有80%是相容 那你現在買的是印度的布拉摩斯 是完全不相容 所有的撤台 還有它的維修的裝備 是兩套 那對菲律賓的國防預算 已經非常少 菲律賓的國防預算 每一年才40多億美元 那這樣不夠會坐金箭軸 菲律賓又不是個 經濟發展非常好的一個國家 對他來講 我認為他選擇這一個 聊勝於無 沉沉膽 交交朋友 這倒是有這方面的政治遺憾 好 除了在菲律賓軍事上面的部署 我們看到政治上 他現在是不是越來越態度上 可以偏向 完全的偏向美國嗎 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在政治上面 有一些新的動作嗎 第十九屆的 西太平洋的海軍論壇 這一次是由中國大陸來擔任主辦國 那舉辦的地點 畫面上我們看到 就是在中國大陸的青島這邊 這一場論壇上面 比較奇特的是 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的司令 科勒他出席了 但是菲律賓他也是成員國 今年卻沒有派代表來參加這個論壇 那大家就會說那去哪裡了 那我們就看到 中國的海軍研究院這個大校 他叫做梁維 他只說不清楚菲律賓 他為什麼沒有來參加的具體原因 他們並不知道 我們來看到這一場 這個論壇 美軍都來了 菲律賓為什麼不來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論壇 它每年會就是 至少上一屆 它是在橫兵舉行 所以這個 可能爭議性就沒有這麼大 它看起來就是 是29國的海軍的一個 有點像聯誼活動 那美中的關係 美中今年因為他們這個軍事交流 溝通已經開始恢復 所以有美方的軍事人參加 我覺得這也不奇怪 那菲律賓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政治問題 因為今年的這個論壇之前 有個工作小組會議 是在南京先召開 當時的菲律賓的代表是有參加的 那也就是說 預期上面菲律賓原本應該想要來參加這個論壇 可是接著在3月初跟3月下旬的時候 這個中非之間的這個海上的對峙非常嚴重 包含菲律賓的海巡船在3月26號的時候 被這個中國大陸的海警船跟海上民兵給包圍 對峙了9個小時 我相信這些歷歷在目 也就是說最近中非在南海這些島嶼上的爭議 是越演越烈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對於這個小馬克思來講 他好像沒有政治上的理由 去對於這樣子一個軍事 海上軍事交流活動 就是拜拜性質特別跑去中國大陸 所以在這一次我認為 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考量 就是他想擺一個態勢說 其實我跟你的關係是有點問題的 那中方的這個軍事專家 其實也提出來這一次就是 非方想要表表態 白白姿態 那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就是說以現在菲律賓不參加 這一屆是可以想像 是 好小馬克思就是表個態 對於中國表達不滿 表個態度而已 大使您用怎麼看 我們可不可以間短來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說他去了 大概也沒有辦法引起注意吧 這個是有29個國家 而且都是大咖 中國大陸是軍委會副主委張宥霞親自去支持 海軍總司令全程參加 美國是太平洋艦隊司令去參加 俄羅斯是海軍部長去參加 各國都是非常高層的 那這是一個多邊的一個國際舞台 那菲律賓當然想去搞南海 搞中國軍事威脅 可是我想他大概預先有試過 大概都沒有人理他 而且又是主辦主 又是中國大陸 他得不到任何目的 所以他去了也是沒去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美國去的話 基本上如果在這個南海問題上 也不坑氣的話 那美國也很尷尬 所以既然不討論南海 也不討論任何美中 就是說菲律賓跟中國之間的這些 領土的爭執的話 那我想美國也會跟菲律賓講說 你不要來了 你來的話你要提南海 你讓我的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 怎麼表態 那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這個會議的層級比較高 不太處理這種雙邊東西的 那主要是處理什麼 這一次我想有兩個重要的 這個討論的議題 第一個就是說 在海上飛計劃的相遇 就是軍事艦艇飛計劃相遇的時候 他們就是想要談就是說 這個無人機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軍事艦艇上 都有無人機 那無人機在空中也會 就是unplanned 就是沒有飛預期的相遇 那通常他們要有一個互動的準則 想要大家商討一個互動的準則 這有正式要辦的 不是給人家做秀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的各國 尤其大國 現在有很多無人艇 那這個無人艇 在公海上的這個飛計劃的 這種相遇的時候 都有一個互動準則 是你靠右走還是我靠右走 然後你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表示是呼害的 這些都是國際上非常關切的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的這個是這個 西太平洋海軍會議要的 第十九屆了 在青島舉行 有人輪到中國大陸來主辦 我覺得啦 講了那麼多 基本上 菲律賓是避免尷尬 為什麼 去了以後你去談南海 美國也不吭氣 日本也不敢講話 澳洲也不講話 那搞不好俄羅斯還遜尼頓 那他去幹嘛 所以他就根本不去了 去了也沒有達不到目的 反而如果說他要想要講自己的話 沒有人聲援 對他來講 尷尬 很尷尬 而且是對他是一個負分 不要講沒有得分而負分 是 謝謝大使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地緣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魂 現在與未來 洞悉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賴動 能求觀點 現在與環球大戰線 好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4月23號 這一天是中共的海軍 建軍已經75週年了 這一次的建軍 竟然也邀請到了台灣的媒體 一起去參觀 這個非常特別 是位在於青島的海軍潛艇的學院 好 下方這一次讓媒體來參觀的項目 我們來看到 包括了潛艇的操縱運動 這個仿真訓練室之外 我們來看到 還有在校二年級學生 來操演渡海登島 400米障礙的科目 還做了一個簡報影片 甚至播放了前射彈道 飛彈還有試射的畫面等等 針對這些操練 是否是針對台灣 是遭到校方的否認 我們先來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潛艇學校做什麼 創立在1953年 是毛澤東他親自簽署的命令 所成立的 那至今已經培訓的簽名軍事的留學生 數百名官員的政府官員等等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麼 我們來看到他說是為了提升學員的 綜合素質能力 培養完整的戰鬥作風 而且是不針對這邊強調任何的目標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建軍75週年之際 為什麼這一次突然間可以開放了台灣媒體 來參觀海軍的潛艇學院 是希望達到什麼樣的一個宣傳效果 馬老師 我覺得這個 我比較沒有從這個威責或威嚇的角度來看 因為其實以中國大陸現在的軍事行動 對台灣來講這個壓迫性已經十足了 他特別要找媒體來看這個登島感覺意義上也不大 但是這一次開放台灣媒體的確在這個 你可以查到資料裡面應該真的是第一次 過去他們的這個相關活動應該只開放軍官參加 可能一般的媒體是不能進去參觀 或者是登見參觀 這一次他這個活動是開放媒體上去 可是他不是採訪 他只是讓你上去看 他也不能拍照也不能攝影 但是他某種程度想要透過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常常說海軍的開放常常都是敦目 就是有時候會靠個岸讓人家進來參觀 但是這個參觀你看得到的東西絕對跟機密都無關 所以這個在線面上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他在傳遞這個訊息上面 我覺得他可能是想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讓大家反而覺得是有一種親民的感覺 你知道我們的學員的生活 然後他們也就是血肉之氣也是人 就是反而是拉近彼此關係的一種方式 就是我沒有特別覺得他是在用這個東西來恫嚇台灣 因為平常的動作太多 是 好 老師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去解讀這一次的 這個參觀的動作 同樣開放參觀的還有什麼呢 就安排記者前往的是在青島港 這個是3號碼頭的地方 也是讓記者前去參觀 這一次是做什麼 登艦 好 參觀就是這個 畫面上您看到052D型的驅逐艦 好 這個是貴陽艦 那和051C型的驅逐艦 石家莊艦的內艙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國大陸 他搬出了最先進的這些萬噸大區 讓台灣媒體參觀 這個這一次有沒有宣傳 還有威責的一些意味呢 介大使怎麼看 這樣子 這個其實70年 就是說5年前 他70週年 這是75週年嘛 那時候也是擴大舉辦 只是說他當時只邀請外國的軍官團 軍官上見 媒體統統沒有上去 那這一次活動不是只有台媒受邀 有外媒港澳台一鋼一鋼子 我們台媒就三個人 所以我認為這個題目 可能是我們台媒提出來問的 那我覺得就是視野太小了 中國大陸是做國際宣傳 不是對台灣做宣傳的 所以他當然就是說 他任何都是標準的 他不具針對性 他任何的操臉 或者說演習 都不會具針對性的 那不過他這一次倒是 我覺得這個跟過去5年前 他事實上他沒有 他5年前他沒有開放這個媒體 就受邀的外媒跟港澳台媒體 登檢這次開放 那可是他還是有條件 不能攝影 那可是就展現說中國大陸 現在他的這個所謂宣傳 軍事宣傳 事實上軍事外交 他的尺度更大了 那自信心也比較強了 那他這一次這個052D 其實為什麼選這一型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一型 是現在目前中國大陸 事實上 數量最多的一型軍艦 是 他實際在服役就25艘 另外正在這個水 水士還有正在製造 還有已經在西裝的 加起來差不多有10艘 那這個大概7500噸 現在是等於中國大陸海軍 那個主力 主力這個飛彈 飛彈這個驅逐艦 飛彈驅逐艦 那我覺得他就是說 已經可以拿出來 公諸於世 讓大家上去 尤其是媒體上去 讓大家看 那當然是要展現中國大陸 現在海軍的實力 對啊 那你說他要威責 他不是只威責台灣 他是威責所有的國家 尤其要揮責給這些 日本韓國 美國的媒體上去看一看 中國大陸 飛舞下阿盟 是這個軍事實力 是實大實的 可以讓你看 那麼就這一艘 7500噸的這個 排水量 滿載排水量 有64個垂發系統 你去看看韓國的那個 最近的那個 他那個四中大王還什麼 最近一艘 一萬2000噸 垂發系統也差不多這個數目 所以這個垂發的話 基本上你看他搭載的這種 這種的武器 這麼多元 我覺得就他來講的話 就大陸來講的話 他就是讓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現在軍事實力的 到達什麼樣一個水平 好 剛剛從外交 還有政治上面的層面來做解讀 我們現在來往下 就這個真正的軍事實力 來做一些解讀 尤其我們要討論的是 中共目前的潛艦戰力 我們先來看到 這是來自於台灣的 國防院年度報告說 現在中共潛艦總數有70艘 當中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是有6艘是核動力的 彈道飛彈的一個潛艦 還有6艘是核動力的攻擊潛艦 還有其他是裁電動力攻擊潛艦 目前全世界共有6個國家 是擁有核潛艦 我們先來看到第一級 包括美俄是現在目前的第一名 這個核潛艦變為第一級 第二是英法 再來中共第三 好 我們再來特別關心到 中共新一代 包括我們現在要討論到的 095型跟096型的這個核潛艦 成軍之後 共軍的潛艦戰力就有望 現在說有可能來跟美俄 來並駕齊驅嗎 老師你怎麼看 現在在加強就是我們講的潛艦戰力 因為海軍 水面艦 它已經大達一定的水準 現在是水下艦隊 然後我們知道 美國總共有71艘潛艦 但是美國的全部都是核子動力 攻擊潛艦跟核子動力 彈道飛彈潛艦是這個樣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只有12艘 6艘是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另外6艘是核子動力 彈道飛彈潛艦 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那就是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 就是095系列 095系列的話 它會掛英級18 英級18的反艦飛彈 它也可以掛海洪旗 就是從裡面發射去打那個飛機的 它也可以這樣子去做 換句話在這一方面 它的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 在這個水面下的戰力也蠻強的 而且我們知道這個英級18 英級18系列的 它可以打到 大概最遠的話可以打到 將近600公里 它在次因素巡航 但在最後攻擊 就這樣的話 也應該打到 將近3倍因素攻擊 國家對禁迫防禦系統 這一方面的威脅性是蠻 它對禁迫防禦系統的 這種我們叫突防的人也蠻強的 因為最後的速度太快 然後我們講到這個096的 這個彈道飛彈核子動力的潛艦 它這個是它的王牌 因為我們知道核子動力的三位一體 一個是我們叫地窖 是地景的地對地的 就是彈道飛彈 這都是洲際飛彈 由長征 由這個東風系列的幫它去發射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叫做轟炸機 這是它的弱項 因為它只有轟6N 轟6N的這種是 具有在這個核子武器的轟炸機 但是它是屬於中型轟炸機 而且它的航程最遠最遠 只能飛5500公里單程 作戰半徑只有2500公里 所以這是它的弱項 當然它的轟20還沒有出來 所以它現在也只有轟6N 在這邊做彈道飛彈 就是由這個戰機 轟炸機來發射 那個再來就是我們講的這個096 但096可以在居浪3 居浪3可以打1萬2000公里 而且它的這種 它在這個水下的 因為它核子動力 它可以在下面長時間隱匿 然後在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 可以在水下就做發射 那這個打1萬2000公里的巨浪3的話 那幾乎可以涵蓋到整個美國 這個世界各地了 就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有搭配的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它排到第三項 第三項要往上跳升 因為它其實除了這12艘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 彩電傳統動力的攻擊潛艦 那這樣換就要傳染 它就要起來要換氣 為什麼它充電 它最有這個時間的限制 核動力是不用充電的 直接就是核動力的 它可以無限使用 無航程限制 但是傳統動力的一定要來充電 你充電就要浮起來 你浮起來就很容易被發現 因為就算是晚上浮起來 但是紅外線知道你在充電 熱熱熱的 冒氣的在海上 大海上面會有冒氣的 紅紅的 為什麼紅外線感受到那溫度了 就抓到它了 那就是 所以這個傳統動力的彩電 是有它的短板 在未來 那麼多的高科技的徵收雙倍 包含人造衛星 包含紅外線 也包含這個 合成孔徑雷達照相 都可以發現到它 所以變成核動力越來越重要 傳統的彩電的這種潛艦 慢慢慢慢就要被取而代之 就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中國大陸它是 原來上它是一個跳帶 它不要一步步走 希望通通到定位 通通都是096 慢慢取彈 它這個舊的潛艦 它已經不再做了 要做核動力 它是這樣子的 那核動力的攻擊 核動力的彈道飛彈 攻擊潛艦也是這樣 所以它是多管並進 然後現在是重點 水面就OK了 是重點於水下艦隊 水下 好 謝謝 謝謝張軍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賴動 全球溫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基本上是 水下艦隊 水下艦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